各位老師、評審、同學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愛發脾氣的三角龍 從前從前有一隻很愛發脾氣的小三角龍 他的名字叫虹虹 每當他一發脾氣 總是會亂打亂踢生命的東西 有一天全副的三角龍 都會來去運作食物吃 時間到了媽媽叫虹虹起床 虹虹起床了 我們要去找食物吃了 可是虹虹還想吹叫 被媽媽叫醒之後 就有點不高興了 虹虹一路上 很心不甘情不願地跟著大家走 他忍不住想發現入境的脾氣 於是他就撞了一下蟲板 撞了一顆大樹 還踢了三邊的石頭 由於虹虹一路上都在亂撞這樣踢 所以總會比同伴 當他到達絕類森林池 剩下的絕類食物已經不多了 這時虹虹突然大喊 可惡 並把妹妹撞倒 把他的食物吃掉 哥哥你怎麼可以把我的食物吃掉 媽媽 虹虹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媽媽大聲吃著虹虹 可是虹虹沒有聽媽媽的話 反而更加生氣了 於是他就把同伴撞翻 還把大樹撞斷 還踩碎身邊的石頭 虹虹走呀走 走到了海邊 咦 這裡有個虹虹在朝睡 虹虹繃踩 讓蛋都四處散落 虹虹踢累了 靠在閒時邊休息 就是鴨嘴龍媽媽回來了 噢我的天 怎麼會這樣啊 是誰是誰 用壞了我的巢穴 鴨嘴龍媽媽傷心的 把他的恐龍蛋爆爆給回來 終於找回二十一顆 但不過還是少了一顆 恐龍看到鴨嘴龍媽媽 悟得很傷心 他想知道自己錯了 正要起身去向鴨嘴龍媽媽高興 咦 這顆恐龍在內 虹虹把蛋提起來 並走向鴨嘴龍媽媽說 鴨嘴龍媽媽 對不起 是我又壞了你的巢穴 我想這次你再找了 救虹虹頭蛋 鴨嘴龍媽媽沒有責怪虹虹 因為他已經找回所有的蛋了 就這樣 虹虹以後不會亂發脾氣 這時跟在身後的三角龍媽媽 咦 兒子啊 你之所能感是一件很好的事喔 嗯 媽啦 我以後不會再亂發脾氣 就這個消息 虹虹不會再亂發脾氣 就在三角龍村莊 一傳十 十穿看 傳到每個恐龍的耳朵裡 就這樣 三角龍村莊 每天有很多朋友願意跟 在恐龍玩 但我不會再討厭他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